哈喽 来大家看是否能看到VGD 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不是正常 好没问题啊 正常啊 来 晚上好 对咱们这个即将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能一直坚持的同学挺不容易的啊 好今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 看这边的第一组词 今天第一组啊 第一组词呢 跟什么有关呢 表示跟那个着迷啊 受到一些吸引 跟这样的词相关的一组啊 同一词啊 第一个词来看一下 叫做fascinate 等时候写一下啊 fascinate 第二个captivate 第三个enchance 有没有注意第三个词 其实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哪个单词 其实我们曾经学过那个入口 那个词entrance 就是那词啊 但注意众因挪了 就一个英式的 考亚斯都可以注意一下啊 英式当中常见的啊 如果咱们在国内考试当中 他问你这个词什么意思 enchance的 你发现他的时候 你肯定考的就是这意思 肯定考的是吸引入迷啊 他不可能考你入口 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我们以后 如果做题遇到余意题 问你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 考的肯定是这个 就是一种着迷吸引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好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obsess be witch be guile 好写下来 写完之后打一下e 好 第一个单词啊 fascinate 第二个 想要读一遍 等会慢的啊 下一个叫做 captivate 第三个 enchance 下一个词obsess 继续be witch 下一个词be guile 这些词呢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 其实都相当于我们所 跟那个吸引的意思相近 对不对 对什么着迷嘛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 这个被什么什么所吸引 一样 be fascinated by 比如说 I was fascinated by her performance 对不对 对于她的这个演出啊 非常的着迷 非常的喜欢 对她的演出非常 受到她的演出这样的一个吸引 你都可以用到这个单词 那这个单词 它其实是源于哪个 跟哪个词同源呢 注意一下啊 所谓被迷住的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被绑起来 实际上它是跟这个词同源 有学过它吗 叫做fassin fassin如果你没有学过 咱们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词 叫什么叫fix 固定住 看一下啊 其实跟它是同源的 fassin这个是跟fix同源 就是被它给勾住的感觉 被它给定住 被它给勾住固定住的感觉 这个叫做 是着迷 是迷糊啊 所以你可以通过fix啊 或者是fassin去记啊 当然第二个 也可以通过谁去记 第二个记法啊 你通过一个联想法 就通过谁去记 通过粉丝去记fassin 你是谁的粉丝 就对谁着迷 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 对于 老德瓦 郭富省 张浩尤 来一名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I was fascinated 对是他们的粉丝 那就是吸引他们 被他们所吸引 你可以通过 这个粉丝去记也行 fans 第二个单词 叫captivate 这个单词 跟谁同源呢 跟这个词同源 看到了吗 跟这个单词 跟这个单词同源 叫做capture 看看他 capture咱们学过 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捕获 学过这个单词吗 叫抓住捕获的意思 捕获嘛 所以你看他所谓 迷住捕获 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 捕获你的芳心 你看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抓住你的心 把一个人的心给抓住了 这个叫什么 叫做captivate 那可能我们哈喽 打个自由夫了 今天就不用看哪颜了 咱们都自己人 对吧 都知道长什么样了 所以这个叫做 把一个人的心抓住 把你们的心给抓住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迷住 捕获住 迷住捕获住 好看下边 下一个词 叫做entrance 这个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实际上就是指 我们所说的什么 就是entrance 那个进入那个单词 就叫做迷你 迷住你 让你进来 好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obsessed 这个在考研当中 是最最重要的 这光在考研的选项里出现了 就不下三次 be obsessed with 或be obsessed by 都行 be obsessed with 或be obsessed by 那这单词两层意思 第一个也是叫做 对什么什么感到 迟迷着迷 第二个呢 还表示困扰都行 是今天的第一组词 这个咱们在之前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这个词根 它是来自于谁 之前讲词根的时候说过 是来自于sess 是来自sit 做这个词根 咱们之前讲的评估嘛 做定 做定评估 定定 给它定个价格 加强 坐在那 这是评价 坐在你对面 这是迷惑你 是不是 想起来了吗 这个词 坐在你对面 迷惑 下一个单词 叫做be witch be witch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是着迷 或者施魔法语 它这个词就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来自witch witch是我们也之前 给大家提到过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伍婆 想想伍婆对你是施魔法 就在通过巫盒去想一想 叫做女巫这个单词 所以对你是魔法 是魔法语 或者叫做是着迷 是魔法是着迷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be guyo 看看他 be guyo这个单词 实际上它来自于谁 它来自于guyo这个单词 概念他 guyo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 诡计 诡计 欺诈都行 这是一个贬义词 你不好记的话 你通过联想去记 你再想一想 歌为鬼 通过这个鬼去记一记 诡计 欺诈都行 诡计 那我们让大家 如果看到这个单词 该怎么理解 写旁边 guileless 那这个该怎么理解 guileless 这个词该怎么理解的 guile是欺骗 有耍诡计 guileless就是我们所说 这是一个报义词 虽然它以LESS结尾 但这个是负负得正了 变成报义 就是诚实 就是谈诚诚实的意思 叫做guileless 好那现在回来看 跟你耍诡计 第一表示加强 所以它第一个意思 也是有跟骗有关 我们说叫做诱骗 就是一种红骗诱骗 叫做be guile 通过诡计计 耍诡计的人 叫欺骗诱骗 第二个 也是叫什么呢 叫做 找你 非常的吸引 比如说 比如说 he was guided by her beauty 能解决这个意思吧 he was guided by her beauty 就是被他的美丽所倾倒 被他的美丽所吸引着迷 想一想 像女鬼一样吸引着他 guile be guile 来 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词 粉丝 是着迷 抓住你的心 抓不过你的芳心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个迷住着迷 entrance读成in chance 注意动词读成in chance 吸引进来 吸引进来 这样去记 吸引你进入 进入 以后大家有机会去荷兰 我们说 去那红灯区 你就会发现 都在门口招手 有发票 有发票 赶快来 专票 普票 全都有 是吧 这就是红灯区 就是让你吸引你进来 是吧 吸引你进来 下一个词 叫做obsess 坐你对面的 叫做 着迷 be witch 还是 叫做失魔法 于是着迷 最后一个词 叫做beguile 耍诡计的人 第一个意思是欺骗诱骗 第二也是着迷 着迷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这三个词 看看 以前有没有讲过 主重极词不难 他都来自于谁 都讲过了 这几个词 好 那讲过咱们就快速读一点 就过去了 他来自于谁 来自于letter 你看读letter 是个letter同源 第一个靠文字吃饭的 就要有文化 没有背后的同学 后插班的同学 把它记下来 第一个 你看就靠文字 靠肚子里墨水吃饭 就要有文化 大家以后也是一样 多读书 以后靠白话白话 这钱就赚到手了 对不对 这叫做literate IL就是名词 就是文盲 名词也行 对啊 文盲 这是擦去文字 叫擦出抹去 这是文字之前 上文字 说过了 读一读就行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ignoble 把这几个词写下来 ignoble 第二个单词叫做noble 这是他反应词 这俩是一句反应 noble ignoble 表示卑鄙的 不光彩的 卑鄙很丢脸的感觉 动手写一下 这个后面可能有一些同义词 是咱们在之前讲词根的时候 给大家提过了 提过的词 咱们就快速提一嘴 迅速过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 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ignoble 他跟谁呢 他跟noble这俩正好反应词 你看一个高贵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baby 一个高贵 一个baby 这个单词你可以通过谁去记 它名词就翻译上我们所说叫做贵族 你可以通过谁 你可以通过notable放到一块去记 你把这个词可以记得旁边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notable 这样作为一个行进词 一个是noble notable表什么意思 是为我们叫做显著的 对不对 显著 就是这个人赫赫有名 这样的人 贵族嘛 大家都得知道 叫做著名 显著的 著名的 你可以通过他几期 或者通过谁 或者通过诺贝尔奖 去记也行 对不对 noble prize 跟他有一点点像 那诺贝尔用的怎么写来的 用的是他 对不对 那也这么写的 看一下 noble prize 用的是他 要你通过notable去记 著名的人都是贵族 要你就通过noble去记 贵族 诺贝尔 诺贝尔和贵族放在一块 那ig在此处表示的是一个否定 放到一块来读一下 noble ignoble noble ignoble 一个是贵族 一个是卑鄙 卑鄙的 不光彩都行 好 下面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discrisseful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好记得 选项当中的词汇 考试当中选项的词汇 grease本身表示意思叫做什么 grease 有没有女生叫这个英文名字 她表示叫优雅 grease是优雅 disc表示否定 disc表示的是一个否定概念 就是不优雅 优雅的反义词 就是不优雅 就是我们说叫做丢脸 叫做很丢脸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它来自谁 这个之前咱们讲词根也讲过吧 来把这个词根回顾一下 叫name 它来自于名字这个词 什么叫做不光彩可耻的 ig还是表示的一个否定概念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不名誉 这个人做事啊 太没名 咱们东北话 你这事办 太没名 这啥事 这叫做不名 不名誉 丧失跟那个提名 那个词是同源的 你可以通过name name放到一块去记 好 把这四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单词 ignoble 通过诺贝尔去记 诺贝尔都是贵族 得诺贝尔的都是贵族 至少在业界 想一想 贵族和baby 这个词叫做不优雅 叫做丢脸吃辱 最后一个词呢 还是不名誉的 叫做丢脸 不光彩 ignominus 读一下 ignominus 和disgraceful 好 看下边 这一组词 这个词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这个也是形容人的性格特点 这个要会描述 比如说形容 当年那时候形容我们80后 叫愚昧愚蠢 思想上的这种愚蠢 不是说这人笨手笨脚 不用他 强调的是思想上的这种愚昧 所以我们东北话 这就是缺心眼 能理解这意思吧 东北话就是缺心眼 第一个叫做factus 下一个词 叫做infatuate 最后一个单词叫futuity 这个词跟稍微有点难记 不太好记 这个fatu 它在拉丁词当中 本身表示silly 是跟傻有关 傻 傻有一些关系 傻有些关系 gallability 是吧 叫做傻的意思 所以你看第一个形容 就形容一个人 咱们经常会说 你呀 好傻 好天真 他俩一个名词 一个形容词 这俩是一样的 好傻 好天 人家这么傻 所以这个形容人 思想上傻傻的 stupid 那里边叫做愚蠢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还有第二个计法 不要走神 你通过谁去记 你就通过胖去记 当然你通过胖去记一记 你看那熊猫 那狗熊 是吧 胖胖的那熊猫和狗熊 看起来傻了吧唧的 那种笨笨的傻傻的样子 你通过那个狗熊去想一想 胖胖的狗熊 叫做傻的愚蠢的愚昧的 fatus和fertility 好 那这个第二个单词 这个词 它爱因开头 其实还是表示一个加强的概念 fertility名词 这不是这呢 名词愚昧 写出来了 后缀变 意思没变 infaturate这个单词呢 它讲到是什么呢 指的是 我们所说的是 傻傻的爱上一个人 这个叫做 谁 表示我们说叫做 迷恋 它一般多强调的是 在不是很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 非常痴迷于一个人 比如说在座的同学 看宿舍有没有姐妹 喜欢上隔壁 体育系的那个大哥了 这个说明说 你不能喜欢他 他同时出好几个女朋友呢 对吧 你怎么喜欢他 他跟你说 就你一个礼物 你别相信他 你那么傻呢 生活当中听过说这句话吧 这个叫做傻傻的爱上 对不对 傻傻的爱上 这个叫做不了解一个人 这种痴迷 我们有的时候宿舍的姐妹 是不是也劝过彼此 说你哪那么傻呢 喜欢他 对吧 他说完你 然后之后他同门跟那个男孩好了 对吧 他跟那个男孩好了 这就是塑料姐妹情 第一个是傻的 名词傻 愚蠢愚昧 愚蠢愚昧 这是傻傻爱上 叫做迷恋 叫做迷恋 着迷 不是夫女之友 我只是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 也许 可能生活当中真的会有 有可能会有吧 好 我们把刚刚的这15分钟的这些词啊 快速刷一下 第一个 fascinate 粉丝迷恋 迷惑迷恋 看一下啊 第二个啊 捕捉了你的心 捉住你的心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是着迷 I was captivated by her beauty 对吧 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住 吸引进入 吸引进入 obsessed 这个是考验当中 特别爱考的一个词啊 除了表示 叫做迷住以外 还表示困扰的意思 坐在你对面 先跟歌 坐在你的对面 你幻想我是给你一对一上课啊 这种感觉啊 你劲儿就更足点 be witch 叫我 牛师魔法 oh my me oh 这种感觉啊 叫做师魔法语 或者叫做迷惑 下个be guile 诡计 耍诡计 那be一加上之后 意思没变啊 第一个还是表示 诱骗欺骗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表示也叫做 迷惑着迷 literate illiterate 看看啊 这个中间插班的东西可能没听到啊 这都来自于字母 这次 一个是认字 你看 靠文字吃饭的认字 这不认字 把字弄没 擦除抹去 这是尚无文字 文字出现以前的啊 文字出现以前的啊 noble ignoble 诺贝尔都是贵族 德诺贝尔的啊 都是贵族 那ignoble就是高贵的反义词啊 高贵的反义词 我们说叫做 什么呀 baby 对不对 高贵的反义词啊 baby啊 disgraceful啊 表示我们所说叫做 呃 也是不优雅 啊 不优雅的啊 叫做丢脸吃辱 不名誉 还是丢脸 啊丢脸 傻傻傻 fetuous fertuity 啊 infat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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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啊 好 我们with和by都行啊 好 我们继续玩家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啊 来看看下一组词 动手写一下啊 第一个 inconsolable inconsolable 加油啊 我们这个课都说了啊 即将接近尾声了 珍惜于我相聚的最后时光啊 咱们寒假还有呢啊 来第一个啊叫做inconsolable 第二个叫做solitude solace des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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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iloquy soliloquy solitary solitary 下面有一些同义词啊 表示我们说这种特别悲伤的词汇啊 第一个叫做broken hearted graved modeling 哎呦啊 so这个词根呢 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表示单独一个啊 我们在以前听过最简最常见的词啊 就咱们听过这个词吗 叫做solo solo 有听过他吗 第一层意思啊 你想太阳也是吗 就一个嘛 solar 太阳系 solar system 对不对 solar energy 太阳能 太阳系 太阳啊 那solo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单独一个 啊 单独一个 咱们常说的是母胎solo 母胎solo就是 一直啊 单身 单身也挺好啊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啊 先看第一个单词啊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inconsolable 它来自于谁呢 它来自于中间半截叫console console啊 这个词根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solo就是独奏独唱 独唱独奏 叫一个人嘛 啊 好 你看这个console console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啊 看还记得他不 molefy 有多少人还记得 上礼拜的 你说molefy the crying baby molefy the enemies 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叫做毛是软的 使你情绪软下来啊 使软下来叫什么来着 安抚减轻 非常好 不错 鼓掌 没想到啊 这么多东西都能反应过来啊 安抚 这个console也是安慰 你这个so是表示一个人嘛 对不对 一个人的时候 整个宿舍的人都过来拍拍你的肩膀 没事 这次挂了 还有机会 是这种感觉啊 一群人过来 安慰你一个 你这样想一想 一群人把你包围在中间嘛 你看看 只有你啊 分手了 大家都过来安慰你 你看是这种感觉啊 因为别人都是母太solo啊 还没 没恋爱过啊 所以没有分手的机会 所以大家都一起过来 console啊 那这个阿言表否定嘛 就是不能被安慰 就无法安慰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叫做无法安慰的啊 这叫做极度悲伤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他他挺委屈的 或者他本来没想哭 然后你过来一安慰他 就是啊 这开始苦是吧 你越说他越苦 你不说反倒大家就 走走走走 宿舍人都走了 对吧 他哑了半天发现得 没观众了 我也别在这哑了 自己给自己演啥呀 自便自导自演 别哭了 对吧 这些人越多他越苦 所以这叫什么呢 叫做不能被安慰 对不对 不能被安慰的叫极度悲伤 无法安慰 越安慰越嗷嗷哭哭哭 当年他跟我那个好朋友 他们俩小学的时候 他俩就谈恋爱 有很多年 然后等到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了 那时候已经 但是已经大学毕业的时候 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分手了 对 90年代啊 他女朋友那时候跟他分手的时候 然后就是 当时我们俩在一起 就在肯德基 就这个事 我应该特别深 然后是大年初二晚上 但是他找我出来 他找我出来 然后我们俩都没提这事 大家就吃肯德基 然后就 也没怎么说话 然后大概坐了一个小时吧 然后就回家了 就是你不用安慰 你安慰啥呀 你看呀 对不对 你也不用安慰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 你安慰太多 反倒会让人觉得那个感觉不好 或者感觉就不好 就陪伴就行了 对 下一个词叫做solitude solitude 就是 大家以后也要有这种那什么 你就不要问 因为啥呀 他咋的你了 你俩都说啥了呀 就千万别整这个 关系真正好 好一点的朋友 就不需要说太多 他如果需要你帮他说的时候 或需要问你意见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了 你不用在那儿像刨根问底 往祖坟上刨 没必要 没有必要 第一个 solitude 这叫做孤独 就是取字词根本意 etude嘛 对不对 单独的态度就是孤独 单独的态度 就是一个态度 下一个词叫solitude 跟谁同一词 跟console 一个意思 一个人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安慰 就需要安慰 叫做solitude 我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是泡澡 洗 蒸 搓 捏 按 完一套下来 啥事没有 还能咋地呀 对不对 就泡澡完事了就 是吧 下一个叫desolate desolate表示的意思 叫做荒凉或荒废的 这个第一在此处 其实表示的是加强的概念 表示加强 就是完全陷于孤独之中 你会发现周围拆迁都拆没了 第一其实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现在就像方圆五公里 就这一栋楼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很荒凉 荒无人烟的 荒凉的 荒无人烟的 比如说 desolate landscape desolate landscape 就是非常凄凉的景色 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就很荒凉的 这样的一个景色 或者我们所说 这样的一个什么 荒无人烟的 这样的一个房子都行 用它都行 完全的第一表示加强 完全陷入一个 就剩下一个了 好 soliloquy 这个叫独白 自己能理解吗 自己能看懂吗 为什么叫独白 能看懂吗 这个叫独白 就是一个人说 一个人在那里说 非常直观 solitary还是单一一个 单一单独的 好吧 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遍 不难记 第一个单词叫做 形容词 抱歉 形容词 第一个叫做 inconsolable inconsolable表示的意思叫做 不能 什么的 不能安慰 几乎无法被安慰 想想它 叫做极度悲伤 极度悲伤的 第二个叫做 solitude 单独的态度 单独的态度就还是孤独 孤独 solace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安慰 跟consol一样 desolate 完全的一个 就剩下一个了 周围都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 这叫做很荒凉 荒凉的一片景色 荒凉的这样一个 沼泽都行 下一个单词 叫做soliloquy 一个人说独白 这是单一 下面这几个同意词 还是也比较好理解 第一个叫心碎 能懂吗 我这样说能懂我们大家心碎 你看是不是 broken打碎吗 hard是心 这心呢 碎得跟饺子馅似的 对不对 万词般笔记丢了 这叫broken hearted 特别悲伤 特别悲伤 一共寄了三本半 会发现三本半 连半本都没剩下 在图书馆桌子上被人拿走了 broken hearted 下一个单词 叫grave grave这个单词 它其实来自于谁 这个咱们之前说了吧 就来自于坟墓 来到坟墓 悲伤难过 I was so grieved means I'm very sad I was very very sad 叫做graved graved 好下一个单词 modeling modeling表示一般就爱哭的 和感情脆弱的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联想记忆 这是一个留学加益的词了 专八的和留学同样配一配 你可以通过林黛玉去想一想 modeling 你通过林黛玉去想一想 叫做感情脆弱 或者是一落泪 特别伤感的 叫做modeling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喝酒喝完之后 莫名其妙的就是哭 一般多指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多指酒醉的时候 这种脆弱一落泪的 脆弱的一落泪的 比如说 the drink made her modeling 能理解这意思吧 就是这个酒啊 使她非常的伤感 比如说一首很伤感的歌 你可以叫做 a modeling song 都行 明白了吧 a modeling song 一首非常伤感的歌 对不对 林通过林去记忆记 林黛玉的林 咱们在以前学个比较简单的 这种多愁伤感 叫sentimental 这个听过没 3T馒头 女同学连持3T馒头 第二天一照镜子 发现镜子已经照不下自己了 这就变得怎么样 伤感 伤感了 3T馒头 伤感的 林黛玉 林 猫的林 伤感 来到坟墓 悲伤 心碎 无法被安慰 好 来看这组词 这个etude 现在咱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咱们之前已经说到了 它表示名词后缀 它是一个抽象名词的后缀 那在万词班阶段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词 需要大家去背一背 有哪些词 第一个叫inaptitude 第二个 vicissitude 下一个aptitude multitude solicitude platitude 和lacitude 那么说写下来 都是tue的结尾 所以这些词呢 你要想记住它 你就得通过前面去记 你就得通过它前面去记 喜欢的同学读一读 inaptitude vicissitude aptitude aptitude 下一个 叫做platitude 叫做lacitude 好我们来看看啊 我都认识想不起来了 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 自己要阅读理解 根本看不懂这句话 阅读理解 要通过作者要表达这句话 就没法就没法做题了 这道问作者到底是 会还是不会 这就懵了一点 我都认识想不起来了 那叫做我不认识 明白了吗 这话以后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呢 阅读理解就很难做对了 自己 首先自来自己 就矛盾了 paradox 那就paradox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inaptitude 这个单词它来自于谁呢 它来自于inapt 形容词 我先写旁边 对 你太醉 你醉了 是吧 已经醉了 已经 来 inapt表示的意思叫做笨拙的 笨拙的 无能的 比如说 这个非常无能的司机 无能的这样的一些工匠 对不对 你就可以叫做inapt 什么呢 drivers inapt craftsmen 就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这可以用这样的单词 无能 它为什么叫做无能或笨拙 无能笨拙的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谁 它实际上是跟它反一词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apt 它实际上映射的是expert expert叫什么意思来的 叫做专家 形容词表示的意思叫做 专业的熟练 精通熟练 专家形容词叫精通熟练吗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而这个叫做 不是专家 专家的反义词吗 不熟练 那就是无能笨拙 无能笨拙 我们想表达当年说 那个政府的无能 你都会用它 不称职 用这个词都行 政府的无能不称职 比如说警察的无能 你可以叫什么呢 叫做 the ineptitude of the police 能理解的意思吧 the ineptitude of the police 这要注意一下 the inep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用它都行 当年有那个是哪呢 是马来西亚还是哪 政府在处理 绑绑绑 劫持人质事件的时候 这个就 没处理好 用它 这当年咱们那时候 那个动车出事 那个年 很多年前了 那时候我看外国媒体上 也说这个词 不是专家 记住老师的解释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 the ineptitude 叫做 the ineptitude 首先注意这个词 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用负数居多 一般用负数形式 比较多一些 就是我们所说叫做 兴衰 变化 这种世事的变化无常 这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所说 change 就是这样的意思 one of the many changes and the problems in a situation or in your life 那就是你生活当中的 或者是 这个局势当中的 这种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兴衰变迁 用的是它 这个词呢 要通过词言来解释它的话 它实际上影射的是谁呢 Vicicity 这要看词言字典 自己肯定看不太出来 它实际上跟那个week是同源的 它跟week这个单词 就是跟周 写错了 Vicicity 它是跟周这个词 是同源 就是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 是时间的这种变化流逝 跟week这个单词 是同源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记的话呢 还可以通过谁去记呢 你还可以通过里边有个cc cc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 cc叫做 娘娘腔的 你可以通过娘娘腔去记一记 想想当年上学的时候 是纯爷们 B20年 一看到他有一天在马路上 你会发现忽然变得很娘 这就是时代给他的 是变化变迁 变化太大了 叫做vccitude 中间有个cc 你靠这个读音去记一记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aptitude 这个apt呢 咱们在以前有听过吧 它是表示的意思叫做 适当的 或者我们叫做 这个易于怎么怎么样的 见过这个单词吗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 他的一个简写 叫做appropriate 它实际上是他的一个简写 appropriate表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合适适当 这有背过吗 大家 apt是他的一个简写 合适适当的 就是做什么事情 他都很合适 吹拉弹唱 十八般武艺都行 这个我们叫做才能 叫做天资才能 天资才能 在做一些事情上的这种 才能天赋 比如说 she showed a natural aptitude for the work 能解这个意思吧 she showed a natural aptitude aptitude for the work 就是他做这个事呢 怎么的 展现出了一种什么呢 天赋 他展现出了这样的一种 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天赋 这叫做aptitude 他做什么东西都很合适 说这个人有天赋 天赋才能 天赋才能 就是一种 他一般更多强调的 这种天生的 就是natural ability 能理解吧 natural ability 他强的这个概念 talent 对 你可以写方便 talent CC提供的 不是专家是无能 CC是变化 太大了 变的 multitude 这个multi作为前缀 咱们在之前有讲过吗 他表示的意思叫什么来着 是不是叫跟多有关 我们说叫跨国 多国公司 跨国的 对不对 multi national 所以这个你还是跟多有关 众多群众 众多群众 都行 多 multitude 就取这个多的本意 下一个单词叫做 solicitude 我们在前一页 其实说了一个单词 叫什么来着 solitude 大家还记得他过 solitude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做孤独寂寞 孤独寂寞 这俩就差一笔 想想你孤独的时候 一个人在大洋彼岸 中秋佳节 只有一个人 只是很孤独 那家里人对你充满的 就是 关 关怀 牵挂 关怀 牵挂 叫solicitude solicitude 一个孤独 一个关怀 牵挂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platitude 它这个单词 跟谁同源 跟那个platform platform 咱们学过 这叫平台 学过们 站在讲台上 一个人总在这里宣讲 对不对 这说的叫什么 叫陈词滥调 陈词滥调 陈词滥调 咱们在以前 也学过哪个词 学过flat 看也是来 他p跟f 发生变形 flat又表示 平淡乏味 有这个意思 这就是平淡乏味的话 能解写吧 平淡乏味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叫做陈词 陈词滥调 有个口语常用的 叫做什么 叫cliche cliche 一般用这个 用的多一些 口语当中 一般说他 陈词滥调 做一个单词 lesitude 为什么叫疲乏 疲惫 整个大家疲惫的 都是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还是来自于谁 不要走神 还是来自于loops 就是整个人 都松垮下来 松下来 这是很疲惫的样子 好 那我们把这几个词 过一遍 第一个 看看他 很笨的样子 inapt inapt donkey 蠢驴 蠢驴 对不对 这种愚蠢 叫做笨拙的 无能的 形容政府的无能 对不对 一个团体的 没有能力 不能去处处理好一些事情 这叫 inaptitude of the police inap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都行 vcct的 不是专家 这是 娘娘腔是变迁 他是跟那个week 同源 周 一周又一周 时间过得很快的 这个叫做 变迁 下一个单词 叫做aptitude 一个人适应能力强 talent 对不对 什么他都很适合 适合做任何事情 天赋 多是众多 群众许多 群众 下一个词叫 solicity 是关怀牵挂 站在平台上 说陈词烂调 平台上说陈词烂调 下一个词 loose 是松 对 疲惫 好了 记得的打一 忘记的打二 星期六讲的词 还记得这个词吗 deplore implore 还记得吗 这是星期六讲 就看你有没有回去复习 plore这个词根本身表示的叫做to cry 喊或者是哭都行 这个我说叫加强大喊的感觉吧 就decry 所以他的第一层意思就是decry 叫什么意思 第一个要对你大喊 那叫强烈谴责反对 反对 第二哭呢 就叫做悲痛 悲痛 第三层含义表示的意思叫做后悔 懊悔 这三个意思能想起来不 又来一遍 plore这个词文是跟哭或喊 这个第一是加强 加强去喊 这叫做谴责 那哭就是悲痛 还有一个意思 懊悔 implore叫做哀求 又来一遍 你看这样一个女性 implore somebody to do implore him forgive her 祈求他 哀求他 原谅他 叫做implore 莫哀 这咱们都讲过了 回顾一遍 more lament lamech 有印象吗 这四个词 这咱们之前都讲了吧 是不是像星期六讲的 这四个 通过谐言 莫哀 这是买不起海岚之谜 lamech 很悲哀 想想他 悲痛 be will 就是weep 悲痛 还有condolence 哀悼悼念 动词就是condol这个单词 又说了一遍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下边 这个词 第一个叫做incapacitate 这个词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 incapacitate 多说写一写 记这个词的时候 脑子里想一想 我们在基础词汇当中 应该是高中词 应该背过它吧 capacity 有背过它吗 capacity 有背过这个单词吗 是不是叫能力 挺好的 能力 那这个里面 in就比较否定 不能 主要是要使不能 会叫做 我们叫做 使残疾 使无能 使残疾 incapacitate incapacitate 就注意一下 使残疾 使无能 使残疾 使无能 好 那看下边 cap这个词根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来 记得不记得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讲的第一组词 半个小时之前 讲的第一组词 是不是来自于 抓住这个词根 抓住你的心 是不是叫做 使着迷迷惑 忘了 忘词亡 一忘大法 忘词亡 把这名得改一改 是吧 要不就这名 总放自己 总记不住 叫做capture captivate 别忘了 capture 好 那看这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capture 一个叫做cavy capture叫吹毛球词 吹毛球词 比较简单的词 就是我们所谓叫做picky 对不对 叫做picky 这个单词 挑毛病 特别挑 所谓挑毛病 还是来自于谁 是不是还来自于抓 这个词 对吧 就是跟抓和挑 pick有关 充满了挑刺的 这个事也挑 那也挑 我们当年上小学的时候 学校有一类人 带个红袖标 上面写上仨字 叫直周生 看叫那仨人 那仨字 那人 这就是挑毛病 这也抓一把 那也抓一把 叫做挑剔 吹毛球词 cavy 是动词形式 这是动词 cap和cav 这是一样的 pv 这是一样的 也叫做吹毛球词 还有一个你可以写旁边 叫carp carp 这个表示鲤鱼 咱们贺南同学 鲤鱼北面 是这么说吧 鲤鱼背面 鲤鱼背面 开封的吧 我那时候去开封讲座的时候 好像是开封的 河南 carp叫鲤鱼 鲤鱼什么特点 刺多 所以它作为动词 还是吹毛球词 挑刺 吹毛球词 所以第一个 记住 我们所说叫做鲤鱼 第二个 吃鲤鱼 咱们想想 那个刺特别多 刺多就挑刺 咱怎么能挑刺呢 刺头呢 也是吹毛球词 carp cavue 这个carp后面把它写成意诱 还是就是挑毛病 挑毛病 有河南同学下行了 先吃鱼 吃鱼好 吃鱼健康 吹毛球词 好 把这几个词来过一遍 第一个 叫做 incapacity 看这个词 脑子里的想谁 想我们高中这个词 叫有能力 capacity 有能力 就是无能是不能是残疾不能 残疾不能 下一个 叫做captures 挑毛病得 抓得 这抓一把 那抓一把的 垂毛球词得 这个后面想成意诱 cap p跟v一样 加个意诱 pbfb 这都是第一节课讲的内容 这个 我们都讲了30多节课了 你这五条规则 马上脑子就得反应过来 哪些字母能改写 能互换 这都得值得这是第一节课的内容 还有一个就是鲤鱼 car 像他 鲤鱼也是挑题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这一组词 gru这个字母组合 看有没有给大家提过 gru这个字母组合 回忆 看有没有给大家提过 garage 怨恨不情愿做 还有嫉妒 你看这三个女孩 嫉妒这个 前面这个 漂亮的 身材特别好的女性 嫉妒她 嫉妒 怨恨或不情愿 好 写下这几个 第一个叫做 garage 第二个词 叫做 be garage 第三个 grumble 加一个 grouse grouch 还有grumpy grumpy 首先这个gru大家抓住一下 这个gru的特点 它通常是跟心情不好有关 gru开头的词 通常是跟贬义 贬义词相关 居多 心情不好有关 第一个单词叫做garage 叫做怨恨或者是不愿意 比如说造一个句子 I grudged paying so much money for such poor service I grudged paying so much money for such poor service 能记得什么意思吧 能听懂吧 就是不愿意为这么差的服务付这么多的钱 不愿意为这么差的服务 付这么多的钱 那这叫做grudge 不愿意做 第二个还表示 我们叫嫉妒也是 嫉妒咱们以前学的是哪个词 是不是叫jealous 我说一个是嫉妒 一个是热情 想起来这两个词吗 zealous和jealous 有印象吗 zealous jealous 还是嫉妒 前面这个词 咱们加上be之后呢 意思没变 加上be之后 意思没有变 那个专霸当中 你是17年还是18年就考这个词 他考的是be grudging 就是我们说叫做嫉妒的 或吝啬的都行 嫉妒不愿意给钱 不愿意给吝啬 他当时考的是形容词 be grudging 但一样 grudge本身名词是动词 那加上be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词形了 嫉妒不愿意给 吝啬做某事 看下一个单词 grumble 这个是amble系列吧 来我问一下大家 咱们之前这是第一周讲的吧 tumbo还记得他吗 tumbo是什么意思 tumbo是什么意思 tumbo down 叫什么来的 是不是叫做跌倒 有印象吗 跌倒或者叫做暴跌 跌倒或者是暴跌 我说这个词 它是来自turn这个词 是不跟翻滚有关吗 所以还比较翻跟头 tumblr tumblr 不要忘了 翻跟头 就要知道 不倒翁 对不对 咱们之前讲了 不倒翁就是他 那这个还是 gru开头的词 心情不好 抱怨 下面这两个词放到一块 一个叫做grouse 一个叫grouse 它俩是一家的 s和c是一样的吗 一个是不高兴 一个是不高兴的人 这样去记 一个是不高兴 另外一个不高兴的人 读一下grouse grouse 不高兴 抱怨 这是抱怨的人 gr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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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一块 这是怨恨 不愿意 还是不高兴 怨恨不愿意 这还是抱怨 不高兴和不高兴的人 gr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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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mpy 暴躁的 心情不好 又怎么的 又暴跳如雷 还在那跳脚 心情不好 又跳脚 这叫做脾气暴躁 叫做脾气暴躁的 脾气暴躁的 动手写一下 好 那最后一个单词 你看一下它 叫做grueling 动手把它补上 把这词让人写 因为它还是一个贬义词 写在一块 grueling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我们说叫做非常艰辛的 累人的 艰辛的 累人 比如这个过程啊 又长又艰辛 非常累人 你可以这个叫做 the process is so long and the grueling 对吧 the work is grueling 工作非常的 让人艰辛受不了 辛苦的 费力的 他们通过谁寄 你可以通过gru去寄 gru表示的意思叫做 粥 就是喝那个粥啊 西粥 一般指他 西粥啊 我们在porridge 大家可能见过啊 叫做西粥 但它作为名词本身 也可以表示什么 想想喝粥的时候啊 动词啊 抱歉啊 动词表示的意思就叫做 是疲劳 累垮 还有这个意思 你看喝粥没劲啊 喝西粥啊 这个这个这个 人的当时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没劲的感觉啊 叫做是疲劳累垮 grueling加 ing 这篇形容词了啊 熬州熬人 怎么这么想也挺好 熬州啊 就是特别熬人的感觉啊 好 这次到这里就说了 看下边啊 这三个词 讲过吗 之前咱们在讲同一词的时候 是给大家补充过 之前咱们在讲同一词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啊 没有说过啊 他这个三个词都是跟谁同样 跟那个灰色那个词 就是没有血色 灰色那个词是同源的啊 你看一个那个咱们以前看的什么僵尸啊 啊 或看一些什么鬼啊 那脸的感觉都是灰涂涂的感觉啊 咱们一样会说 哎呦 这人这脸色不好啊 那脸色不好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发青啊 发灰的那种感觉啊 这是gray啊 gray啊 这一个叫grisly 争宁可怕的啊 这grusom还是gray 一家的啊 也叫做可怕很争宁的啊 最后一个grim grim也是形容我们说场所地点 第一次可怕 他也可以形容人 形容人就非常严肃啊 就是跟哥不笑的时候 特别严厉的感觉 这叫grim 都可以 形容人啊 就指非常的严肃严厉的感觉啊 那场所地点 他是隐身 把这三个词给老师读一下啊 第一个叫做grisly grusom 想想都是灰色 没有血色 就是grisom的感觉 啊 最后一个词叫grim 哎 同学写出这个词的 还能讲解他什么意思 叫pugrim 非常严肃的一群 这叫pugrim 叫什么意思来的 还能讲解那个词吗 叫啥 朝圣者 挺好啊 部长 非常好 有几位同学第一时间就反过来 没有反过来 就加油了 叫pugrim啊 朝圣者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啊 这三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glebe glebe 油腔滑掉 油嘴滑舌 同时写一下啊 油腔滑掉的 油嘴滑舌的 比如说 a glebe salesman a glebe salesman 对吧 就是油嘴滑舌的 油腔滑掉的这种推销员 用它就行啊 油嘴滑舌 油腔滑掉的 啊 推销员 啊 都可以用它 那这个怎么去 这是一个贬义概念的词啊 那它通过谁 为什么叫油腔滑掉呢 通过glide去记 glide表现有意思 出现的还是bd的一个错写 glide是不是就跟滑有关 对吧 i是叫做什么 滑行 glide啊 本身就是跟滑有关 glide是滑翔机 对吧 滑 一个是动作的滑 这是人滑 一个是动作滑 一个是人滑 这俩你对照去记 与glide同源 啊 glide glide 啊 glide glide 啊 好 voluble voluble这个词它来自谁 之前有没有说过 它是来自于volve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 我以前讲过 沃尔沃 想想这个词根跟什么有关 是跟旋转有关 哎 able是能吗 嘴巴不停在那转 啊 在生活当中看 有没有人的嘴巴不停 就在那一直在那说 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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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那里说 啊 这滔滔不绝 话太多了 啊 嗓子都干不了 还在那说呢 都说茬了都 啊 这叫做 Volueble I'm voluble 啊 Volueble 啊 最后一个sleek啊 这个咱们是讲过的 它来自于谁啊 sl本身就跟什么有关 sl是不本身也是跟滑有关啊 啊 滑并且能舔 leek叫舔嘛 是吧 Ii是这种感觉啊 往下啊 连滑在舔的 这叫做啊 也是形容 第一个表示皮肤的 我说叫滑溜很光滑 也可以表示人啊 这种很油滑的 很油滑的感觉啊 很油腻油滑的感觉啊 好吧 把这三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gleeve 脑子里想谁 想滑行这个词啊 过了45分钟了 非常快啊 Volueble 嘴巴不停转动 能转动的啊 形容滔滔不绝 嘴巴不停转动 滔滔不绝的啊 这个是东西的光滑啊 身体的光滑 会表示人 这个啊 很油滑就行 好了 那跟老师快速来一下啊 看看这几个词啊 还记得这单词什么意思吗 抽查几个之前背过的 fly加一个skirt 裙子飞起来 fly skirt flirt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都能想起来吗 调情 哎 你忘了的话 你打一和二 我就知道你会不会了啊 好 这个词还能记得吗 螃蟹怎么样 一个人像螃蟹一样 家人的感觉 叫做脾气暴躁 暴躁很好啊 abominable abominate 这个来自谁 omen吧 不吉利 远离不吉利 对不吉利的东西 叫什么来的 厌恶憎恨 对厌恶啊 不吉利的东西 叫厌恶憎恨恨 厌恶不吉利 厌恶不吉利啊 afflict 加强去打击 be afflicted by be afflicted by the disease many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the disease 是痛苦 遭受痛苦 非常好 不错啊 还行啊 那我们把刚刚的45分钟啊 刷一下啊 第一组词 123456 这六个都能想起来不 还有一个 第七个啊 没有诡计 没有诡计 这词叫什么意思 诚实 guileless 这是报义词啊 诚实 耍诡计 欺骗迷惑 巫婆迷惑啊 坐定 坐在你对面迷惑啊 员表示困扰有这个意思啊 困扰这个意思要知道 考研当中 常考这个意思啊 好 吸引你进入啊 迷你啊 进入啊 捕换你的心 分思 着迷是着迷啊 好 这边第一个 illiterate叫什么 文盲 不认字 文盲的 文盲的啊 ignoble noble 诺贝尔奖 获得诺贝尔的 都是什么呀 贵族 贵族和诺贝尔放在一块啊 那这就是 不是高贵 而baby 不名誉的还是baby ignominious fetious 胖是什么来的 想想还是他吗 fetious这个词 跟这跟傻有关 一个是愚昧 思想愚昧的 愚蠢的 名词愚昧 这是加强 傻傻爱上一个人 叫迷恋 不了解一个人 爱上他啊 不能被安慰 极度悲伤 inconsolable inconsolable 看这个词 这个考验里有 这个考验当中 比较难的了 地表加强 完全的孤独 限于一个 孤零零的 光盖私令的特点 叫做很 什么叫 荒凉 就在爱我们所说的 荒凉的 荒凉的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 叫做inaptitude 是expert 就跟那个专家 那个单词 是翻译词 一个是 专业熟练 这叫做什么呢 就不是专业 不是熟练 叫做无能 笨拙无能 变迁巨变 合适 合适 适当的 对什么东西都很适合 这个叫做天赋 做这事也适合 那事也适合 天赋 天赋才能 众多群众 孤独寂寞的 加一个cit 加一个ci 叫做 关怀牵挂 关怀牵挂 在平台上 平淡的话 乏味平淡的话 叫做陈词烂调 这是loose 很松懈的样子 叫做 疲惫疲乏 疲惫疲乏 这叫 不能使残疾 没有能力了 让它丧失能力 残疾 使残疾 GRU开头的 这次心情不好 叫做 怨恨吝啬 怨恨吝啬 或者叫做 嫉妒都行 吝啬 嫉妒 怨恨都可以 Gracely Groosome 和Grim 这三个 叫什么 可怕 很可怕的 可怕的 Glebe 滑 油嘴滑蛇 脑子里想谁 想Glide 滑行这个单词 脑子里想滑行 这个单词 Glebe 油嘴滑蛇 油腔滑掉 油嘴滑蛇 油腔滑掉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词来 第一个 把它写下来 Multify 总终写下 第二个 Mortality Morbid Morrivent Post Mortem Post Mortem Mortry 好 总终写一写 写下来 再写两个词 第一个叫做Mortgage 把这个也写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Amortize 你把这两个都给写在旁边 好 动手写一写 现在来了吗 好 首先看这个词根 Mort这个词根本身表示的是什么呢 它本身表示的是跟死亡有关 它是跟死亡有关 咱们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单词呢 叫做Mortal 听过这个词吗 Mortal叫做致命的 大家可以通过写一记一记 眉头 这东西脑袋没了 就是死了 死的 致命的 还有当年那个考试当中考过另外一个意思 叫平凡 人终有一死 终有一死都是很平凡的 平凡人 凡人 你我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对吧 叫做平凡 眉头的 致命 终将一死 比如说我说叫做Mortal illness 这能猜能能能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Mortal illness 怎么理解 什么叫致命的疾病 致命的病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啥 绝症 Mortal illness 就是绝症 就这个跟死有关的 Immortal呢 就是我们所说叫做 不会死 不朽 不死 不朽 不死 不朽 好 那把这个词根先帮大家强调一下 通过眉头去记一记 没有脑袋的东西要死 第一个 叫Mortify Five动词后对吧 是不是死 有一种想死的感觉 是想死 这叫什么呢 叫做丢脸蒙羞 叫做丢脸蒙羞 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 咱们常说 说了一句话 哎呦我去 昨天我丢死人了 没人这么说 说我昨天丢活人了 没这么说吧 是不是丢死人呢 那就是他的一种感觉 你看是不是 叫做 时有一种想死的感觉 这叫做 Mortify Humiliate 一样的 就是丢人那个词 丢死人了 比如说 She was mortified to realize He had heard every word she said 他意识到 She was mortified to realize He had heard every word she said 他意识到 他说的每句话 都被他 也听到了 感到非常的 蒙羞 就是害羞的 这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我们家亲戚 就是上周吃饭的时候 亲戚还说呢 说我怎么在七八书上看见你了 这都多少年前了 五年前录的了 昨天才看见 我说那不是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舅妈 我舅妈 当时看到 然后就说 娶个人 我怎么在七八书上看见你了 我说有吗 我说 我说那不是我 这种丢死人了 就是想死的感觉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motality 我们常说叫death rate 这能力吧 还是跟死有关 叫做死亡率 死亡率 死亡率 跟死有关 death rate 那如果birth rate 我们是叫什么 叫做出生率 birth rate death rate 好 看下一个词 morbid 这边把这个 也是出现了一个t和b之间的 一个字母的一个改写 应该正常是跟d改写 它还是出现了一个错写 这个词叫做病态不健康 所以旁边写上同一词 就是healthy 说错了 unhealthy unhealthy 就跟他同一词 叫病态的不健康 大家通过写音记 就是你看morbid 这山东的同学最容易记 mor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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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morbid 这人是morbid的不健康的 叫morbid morbid morbid 下一个单词 这个und 标注一下 und是形容词后缀 有没有闪动的 闪动老墙 morbid morbid 病态不健康 und是形容词后缀 形容词后缀 那这还是有一种 什么叫垂死的 dying 人快要死了 东西快要死去的 或者是终将结束的 叫做垂死的 或者我们叫做终将结束的 对吧 一般人快快死的时候 脑子里会想一想 第一个会想我这钱怎么处理 对吧 一般很少会想 哎呀 对吧 我当年没好好学习 死之前都不会想这事了 肯定想这钱怎么处理 身边的人该怎么办 对吧 这要知道 叫morbid patient 能解这意思吗 morbid patient 就是这种 濒临死亡的病人 more than the tree 都行 more than the tree 就是这种快死的树 都用这词 第二个刚才说了 还表示 我们说企业 机构这种 即将倒闭 即将结束 明白了吧 即将结束 即将倒闭 就这个 就人要死了 你欠的花呗 也都不用还了 人都没了 还上哪还呢 还的那都是 以亿为单位 你说你一共欠了 三百多块钱 你还 你还他三亿 对吧 他还得找你 两亿多 所以没必要 这几个放到一块 multify 时想死 蒙羞 这是死亡率 猫病 是病态 对吧 这是垂死 下一个这次 你看他叫什么 叫死后吧 看是不是 厌尸 死后之后 厌尸 post作为前缀 表示之后 post 这个前缀值的 表示之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厌尸 一般写这个比较多 有没有看 有没有学医学的 叫做 autopathy 把这个词记一下 咱们如果学相关专业的 了解一下 厌尸 一般用它 你记不住 通过一个拆盆联想记一下 auto叫自己 亲自去 想成spy 查看 间谍这个词 亲自侦查一下 把尸体 打开我看一看 亲自去spy它 autopathy spy到一下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multry multry表示太平间 ary表示地点 就是a place where you can keep a body into burial 就这意思 对吧 太平间 以前有学医的同学把它翻译成 叫做什么 叫尸库 不用翻译的这么猛烈 就太平房 太平间就行了 太平间即可 你尸库尸库有点吓人了 好 看刚才要补充的这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mortgage mortgage这个单词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就是我们当房奴的同学 是吧 咱们常说这个按揭抵押 按揭贷款 我们这个叫做mortgage 比如说申请贷款 apply for a mortgage 还清贷款 你可以用pay off 这个注意它常用的搭配就行 pay off a mortgage 或者我们叫做apply for apply for a mortgage都行 对不对 apply for a mortgage 好 那么这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词其实也是来自谁 来自mort 这个死亡这个词 此根 然后来自于死亡 它其实原指什么意思 就是指在这个西方家庭当中 这个长子在法律上 是具有继承权的 只有长子有继承权 所以他这时候往往会找其他人借款 然后别人愿意借给他钱 也是看着他长子继承权的身份 所以他这个时候借完钱 就会说 等等等等 老子死去之后 对吧 家父过世之后 然后继承这财产 连本代替还给你 所以这个是来自于 来自于这样的意思 所以是跟死亡 死亡相关 等待父亲死亡之后 然后这个钱去还他 这个叫mortgage 这是跟私有关 刚才这个单词呢 你看叫做amortize 这里你可以放到一块 但Izae结尾 这个单词就只是动词形式了 amortize它表示正好是对立的 一个是按揭去申请贷款 这叫什么 叫分期偿还 这是以前留学托福里面出现的一个词 GRA和托福里面考过的 叫做分期偿还 分期偿还 比如说amortize your loan 能力吧 就是分期还你的贷款 amortize 什么呢 the cost 对不对 分期偿还这笔花销都行 A在此处其实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他讲的还是使什么死啊 就是使贷款死去 他是这个意思啊 使贷款死亡 但这个意思里的比较 但他就是来自这个词根 你看着词前字典 这个amortize就来自死这个词根 使贷款死去 一点也没有了啊 这个是贷款啊 mortgage和amortize mortgage和amortize 好了 那这一组都是跟死相关啊 比较难了啊 这两个单词 一个叫humiliate 这个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是不是跟thehuman同源啊 我们常说丢人丢人 通过人去记 这个是口语 比较口语化的词 I was humiliated when I heard the news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感到非常的啊 羞辱啊 很丢脸 对不对 当年想要父母 在家长会上 听到你的成绩 的一刹那 瞬间满脸通红 心想回家再说 是吧 这叫做丢人啊 abash这个单词呢 它也是来自 它来自B的打这个词 A表示加强 A在此处比较加 就是被人打了一耳光啊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也是邻居啊 给你一个大嘴巴子 然后赔你200块钱 关键你怎么样 就是人丢了 被打了一巴掌的感觉啊 beat 它跟beat同源啊 很打脸 对不对 就是羞愧 特别打脸啊 abash 通过打脸去想一想啊 跟beat同源啊 猛鸡被打了一巴掌啊 羞愧啊 羞愧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 这子词说完 咱们就休息啊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invidious啊 这一个今天的 每一组一组的都非常的多啊 到时候写下来 第一个 invidious 这个词根 咱们之前是都讲过的哦 词根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哦 里边有一些单词 我们也是之前讲 这是第一天的词吧 是第一天说的啊 如果补第一节课的同学啊 应该对他不陌生 invidious improvise invisage invision provident 这俩没说过 你可以把这俩记忆记啊 如果前面都能想起来 什么意思 就不用写了 你可以把下面这俩写一下 你可以把下面这两个写一下 invidious improvise envisage envision provident clairvoyance 还有叫做surveillance 好 写了吗 看看有没有写完啊 写了啊 嗯 对 就写单词和英文 就那个写英文和词性就行 汉语不用写 汉语不用写啊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没写完的同学不用着急啊 先跟着我记啊 先跟着我过啊 看从第一个开始看 不要往前写了 in作为前缀呢 他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一个否定 对不对 这是一个否定概念 vid是跟看有关吗 vis和vid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不想看你 这叫什么呢 叫做招人讨厌 比如说女生 你要是特别讨厌一个男生 他怎么追你 你也不喜欢他 那就根本不想 你赶紧过去 在我眼前赶紧消失 是这种感觉 这叫做invidious 眼里只有秋雅 对不对 没有马都眉 只有秋雅 不想看马都眉一眼 招人烦 招人烦 他第二个 还有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要知道 叫做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这是unfair unfair 你根本来看都不看他 这对他不公平 不给他机会 连看都不看 这个咱们讲过吗 都能记得吗 记得的打一 忘记的打二 咱们之前讲的是他同一词 讲了一堆全是同一词 不用之前看 我之前根本不用看 我上来就能讲 这叫即兴创作 后面这些词 improvise on or performance on something invisage这两个词看 in都是表什么的 这俩词一样 上面英诗 下面美诗 一个英 一个美 一样的 都表现 加强就是去看 所以这叫发言什么 就是发言成 去看这个动作 不就是展望吗 对吧 大家先这样看一看 看看你未来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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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未来五年 五年之后马上 会成为某个企业的中层管理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 去看 看你的未来 展望 叫做展望 好 下一个 这是第一天讲的词吧 inproven 是不是向前看 这是向前看的人 有远见 看的比较靠前 有远见 有远见 未雨绸缪的 好 这个看得清楚 我这样说 能理解不 名词是ANCE结尾 洞察力 看得清楚 能理解 谁想我 能理解吗 大家看 前面影视的 clear 中间这个voi 其实就是vis 咱把这个s 因为它轻辅音 给去掉了 是来自voi 是vis这个词 跟的一个影射 就看得非常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拜拜 真真切 洞察力强 有洞察力的 看得非常清楚 好 下一个单词叫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这个词在哪看 sur表方向 监督在哪看 在上面看 是不是表面 那个前缀 还是vis 从上往下看 对不对 从上往下看 这个叫做监督 surveillance 叫做监督 其实真正新词 主要就是他俩 这两个不是特别难记 叫做 看清楚 洞察力强 他看特明白 把人生参透的特别明白 对吧 下一个呢 叫做surveillance 监督 好看 这三个单词 表示公平的词 最后一个单词 大家都能理解吗 咱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了 偏见这个词 最后一个还记得吗 咱们之前是讲过的 之前讲的是偏见 叫biased 那这个就 英文表 否就是没有偏见 就公平 从四级到六级 到考研 到雅思到托福 永恒不变的重点词 永恒不变的重点词汇 unbiased 所有考试都考他 好看这个单词 叫disinterested 叫公正公平 这里面大家还是把dis 想成什么呢 想成分开 就是把兴趣平均分配 注意啊 不感兴趣的是uninterested 记住吗 不感兴趣 是uninterested 我对这东西没兴趣 我不相信 是吧 是这种感觉 disinterested呢 他就是把 比如说你两个小时 踢足球 两个小时配单词 两个小时说外语 两个小时睡觉 把兴趣都平均分 每个小时兴趣都是一样的 这叫公平 语录均瞻 明白了吧 大房二房 三房四房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五六日学习 这单词 这叫做语录均瞻的感觉 叫做公正 兴趣平均分了 然后下一个单词叫impartial impartial来自于谁 来自于partial partial表示的意思叫做 偏袒的 他表示偏袒的 偏袒 他影射的是哪个词 影射的是部分 就是偏袒于某一部分 你们看你们家几个孩子 如果三个孩子 或四个孩子的 爸爸妈妈一般不可能 对你们四个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肯定对老大最好 因为老大是家里的 第一个孩子 然后老小 现在有点老肉病残 比较小 对不对 就是需要照顾 所以中间俩 可能就会被忽视 所以叫偏袒于某一部分 偏袒于某一部分 直接指导一下 那im表示的就是谁 表示的是否 老郭 强烈表示认同是吧 表示否定 就是不偏袒 谁我都不偏袒 不偏袒 不偏袒 叫公平的 公平的 impartial disinterested unbiased 这是不想看 不想看什么呀 讨厌 招人反感 不公平 招人反感的 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好了 最后三个单词 mischievous mischief 第一个意思 淘气 淘气 淘气咱们在以前 有听过它吗 叫做naughty 中学的时候 老师讲过这个词 a naughty boy naughty 听过 跟他同一词 淘气的 这个是恶搞首领 叫恶作剧 恶作剧 我之前还讲过一个单词 还记得它吗 叫prank prank 你可以通过陈曲老师 去记记 frank 一个是坦诚 一个是搞恶作剧 prank和frank 你可以对照去记 一个是很坦率 相反 一个就是很狡诈一点 狡诈一点的事情 就是恶作剧 prank 口语说的也是这俩 跑不出去 就这俩词 重点记忆记 叫做prank和 mischief mischief 叫做 大家可能还背过trick 那就更简单了 中学词了 对不对 还有hoax 非常好 白给少年 挺好的 恶搞首领 这个misch 表示憎恨的意思 痛恨 主要人 整他 恶作剧 mischievous 是他的什么词形 形容词 比如说mischievous behaviors 一些很淘气的行为 一些淘气的孩子 mischievous children mischievous children 都行 第二个有害 有害就等于谁 有害就等于憨服 有害就等于这词 那他的反应词就是有意 beneficial和mischief 这个要知道一下 有害的词要了解 了解一下 好了 那通过 例句看一下 I did a tad talk earlier this spring and I was pretty much modified modified means humiliated human humiliated 现在这词什么意思吗 有种想死的感觉 做了一次 太的演讲 我非常的 pretty much modified 很丢脸 非常好 被打脸了 abashed abashed 好第二个 invidious change we focus on what we see as invidious change make it a trend 对不对 我们把重点放在 我们人非常讨厌的 这样的一些改变上 实至成为一种趋势 叫做不想看的改变 就是讨厌的 最后一个词叫mischief 恶作剧 恶作剧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咱们休息一下 三分钟 回来 他来听我的 咱们继续吧 万词版 在17岁的词汇 只有4500 是吧 来我们继续 看下边 在17岁的时候 来看第一组词 aloof aloof aloof表示的意思叫做 远离的或者冷漠 站远点 stand aloof 站得特别远 或者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冷漠 情绪上的这种冷 但都行 他实际上是来自于谁 你看这人 离他很远一点 stand aloof 他这个后半部分 其实影射就是leave 这个单词 a其实在此处 就是构成了什么 构成副词 就跟allow的 asound的一样 是一样的 注意 这个写在下面 能看懂怎么变的 oo和ea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 f和v是一样 aloof 就是leave 离我远点 离开的 离我远一点 好 第二个单词 frije的 它为什么也叫做冷淡 情绪上冷淡 它影射的是谁 影射的是冰箱 这个单词 frije 冰箱冷淡 天气的冷 情感的冷 和性冷淡都行 三个冷都行 情感的冷 冷漠 还有天气的冷 今天 东北零下二十多度 第三个表示 性冷淡 叫做frije refrigerator 对 下一个单词 叫做offish offish比较好记 off就是 off本身有什么意思 off本身就有离开 就是你离你特别远 也叫冷淡的 好了 看考研当中重点是他 这词 不接触 能否理解 第一在前缀 还是表示一个 离开 中间部分影射的影射是touch 就咱俩很长时间都没有接触了 对吧 幼儿园结束之后再也没有接触 接触过 不要碰我 没有任何接触 这也叫做冷淡的 detached 他的那个附着沾上 attach 他这样反应吗 一个是接触你 是吧 attach 这是附着沾上 不是袭击 袭击是attack 这是attach 这是detached 不要接触我 好把这几个词过一遍 第一个aloof leave leave me alone 这种感觉 离我远点 叫做远离 对不对 冷漠 第二个 frigy的冰箱冷 冰箱冷 offish 冷淡的 还有detached 你看咱们那个 学尾写了一个词 叫做nantulent 这是在托福里考过的 nantulent 写上一下 把它写一下 这次也比较冷淡的 冷淡 这为什么叫冷淡 它其实后面影射的是哪个词 影射的是这词 能看得哪个词 叫calorie ri 看出来没 它影射的是谁 c跟ch是一样的 为什么它也叫冷淡 nant 表示 否定 这个nantulent nantulent 这个challent 它其实是caller caller caller 是这个影射的是他 卡路里这个单词 那写旁边 nantulent 也是冷淡 不热 没有热情 看谁都有一副冷冰冰的感觉 nantulent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oblivious oblivious表什么意思叫做 忘记忘却 看看这种感觉吧 两个字写在旁边 猎豹都来了 还在那看 找豹在哪呢 这叫做 he was oblivious of surroundings 忘记了周围的情况 oblivious oblivion 好 他中间部分 写了 写了之后 咱们讲一下他的一个技法 他中间部分 其实影射的是谁呢 他中间影射的是 live 就是生命这个词 那么爱他影射的是他 ob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一个相反 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被人所怎么的 所遗忘 被人所遗忘 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你看上世纪的很多作品 大家都没听过 或者是完全听过都没有印象了 这叫做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叫做 被遗忘忘却 遗忘忘却 叫做oblivion oblivious 这个知道一下 比如说造一个句子 说most of the composer's music has fallen into oblivion most of the composer's music has fallen into oblivion fallen into oblivion 这句话能听懂吗 就是作曲家的大部分作品都 什么呀 被遗忘被淹没了 作曲家的大部分作品 都被人遗忘 被淡忘 被遗忘了 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想一想啊 形容词 忘却忘记的 忘却忘记的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没有生命的东西 要被人忘了 好 继续 下一组 前面三个单词 你还说过没 看看前面三个词啊 都来自于谁啊 是否鬼魂 这个词 ghost 第一个 agust gastly macabre 动手写啊 第一个 agust gastly macabre 下边 a foot a ground a light a keen 这几个单词 下面这几个词 那其实主要都是 看一下这个造词 就是a加名词 构成它对应的形容词和副词 看一下他们下面这几个啊 agust gastly macabre 前面两个单词 能理解吗 为什么叫做可怕吓人 feel agust 能理解吗 为什么叫做 吓呆的 恐怖的 因为它两个都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于鬼 这个词 而来自于ghost 它来自于ghost 这个单词啊 我们在之前讲过一组词 跟鬼有关的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叫spector 看到的 大半夜看到的人 叫做幽灵 想起来的吧 哎 幽灵啊 别忘 另外还有个叫spook spec和spook一样啊 都是幽灵啊 fantom挺好的啊 好 macabre这个也是叫做骇人的 这是GRE里考过的一词 它也是来自法语 骷髅 这个意思啊 所以也是啊 引申为叫做可怕令人毛骨悚然 回忆一下刚刚上半场讲的哦 来 一望大法 看谁练一望大法 那几个同学还记不记得啊 Groosome Greisly 这两个还能想起来吗 哎 叫Grey Grey Groo 都是来自于灰色 你看这个脸色就是灰色的 没有血色的感觉 灰色的脸啊 真名可怕 非常可怕的 别忘啊 macabre Gastly 和agast 这个是ghost 加ry 相当于啊 好 那这种造词 我们在以前见的 其实比较多的 比如说alive啊 还有allowed 对吧 都是啊 这种词我先说一下 用法啊 听着啊 这种词呢 一般不做前置定义 它不做前置定义 一般要做定义的时候 就后置于名词 你不能放在名词前面 比如一个活人 没有说叫analiveman 没有这么说的吧 对不对 没有这么说的啊 所以要知道 他一般要修饰名词的话 就放名词后边 anmanalive 这么说 听懂了吗 这一样啊 第一个词 有脚 这比较值得 就是徒步 或者表示进行中的 一个事情啊 the project was a foot 对吧 the project was a foot of foot 这要知道一下 叫做进行中的项目 或者我们叫做徒步的 徒步的 然后第二个单词 叫做搁浅 这个搁浅 比较好理解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搁浅是什么的 前面会跟go使用 go aground 就是上了陆地嘛 听懂了吗 就是上了陆地了 the ship went aground 船跑陆地上就搁浅 搁浅还有一个表达 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背一背 因为考试啊 或者是电影啊 口语说道的时候 可能就这两个 常见的就是这两个啊 上了陆地 这是搁浅 有脚 有脚 这是徒步啊 这里通过stranded 另外还有个动词 也叫割浅 动词啊 注意一下啊 也表示的意思叫做啊 割浅 动词注意一下啊 也表示我们所说的叫做割浅的意思 比如说 the ship was stranded on the beach on the sandbank 柔情啊 所以你说这个船呢 在沙洲上搁浅了 对不对 这叫做the ship was stranded stranded通过站立去挤 你这样想一想 他用他对照去挤 这海豚站起来了 你是不是就露出水了吗 你这样想一想 站出来的感觉 他不能在里边游了 已经站起来了 对不对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搁浅 好 下一个词 这个比较好理解吧 是不是来自发光这个词啊 发着光 着着火 发着光 着着火 啊 亮着光的嘛 最后一个单词啊 king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同族 或者类似啊 他是来自 谁啊 亲戚这个词 king本身表示亲属亲戚 啊 因为都是一个种类 咱们之前讲的是kindred 讲过吗 啊 哎 之前讲的是kingship 好像是说的 kingship 我刚才说过啊 亲属关系啊 说的是啊 叫做跟亲戚有关 通过种类去想 你可以通过种类去记 啊 通过种类去记 啊 之前说的好像是kindred 要么就说的是 叫做同类的 同族的啊 他是跟kind同源 通过kind去记啊 所以都是同相同种类的啊 那我们这也叫做同族 同族类似 发着光 着着火 发着光 着着火啊 上了陆地 是搁浅 加油啊 最后十几分钟了strand 站起来了 还是搁浅 站到花里面 你这样想一想 站到花里面啊 这是搁浅 有角是徒步 我进行中的 有鬼 可怕 可怕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讲过吗 看看这个词 haggard gaunt pinch 写下来 我记得好像gaunt 好像说过 好像是啊 动手写下来 第一个 加油 haggard 第二个gaunt 第三个 pinch pinch 叫做这种憔悴 骨瘦如柴 憔悴的骨瘦如柴的都行 好 第一个单词啊 haggard haggard 这个单词呢 他实际上是来自hag haggard 本身表示巫婆 女巫这个意思 你想想那个巫婆 什么特点 是那种大鹰根鼻子 然后脸腮帮身线 两个大眼睛 大利眉 是这种感觉 他一定是非常瘦的 他不能非常胖 你非常胖 那是很富态的 那就不像巫婆了 他是来自巫婆 的一个眼神 他的一个特点 叫做憔悴 叫做haggard gaunt这个单词呢 通过姑姑去记 什么样的姑姑 g你可以把它讲一下 g就是考gre的姑 会把它讲成鬼 姑姑像鬼一样 鬼姑姑 考gre的姑姑 叫做憔悴 都拿几个姑姑 你下次课就讲到了 下次课就会讲到 鬼姑姑 或想要考gre的姑姑 非常的憔悴的 憔悴的 憔悴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pinch的 pinch这个单词 也叫憔悴 他通过谁记得 你通过扎针去想一想 被针扎的 当年那个紫威被 那个 如磨磨磨拿针扎的 用针扎的 叫也是憔悴 把这三个你放到一块 第一个叫haggard 看看他 haggard 来自于女巫这个词 看到了吗 haggard hag 女巫 古兽如柴 憔悴 考gre的姑姑 鬼姑姑 憔悴 gaunt 还有pinch 其实本身表示的是 捏和掐 看这个意思有没有讲过 被掐了 被捏了 被掐的憔悴 但你通过针去记也行 把这三个词了解一下 是跟古兽如柴 bony的感觉 好 下边 下一组 叫做rampage 和rampant 叫做狂暴的 很猖獗的 这种霸凌事件 大家能看这个图片 这种 狂暴 猖獗都行 把这两个字写一下 这个在新闻当中 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说犯罪分子的这种什么呢 猖獗 猖獗的作案 对不对 四处作案流窜 这个叫做杀人杀 你看那抖音上看到一个女的 好像杀了多少多少人 用的就是她 这种很猖獗 rampant criminal 好 那你看看这个单词 rampage 这个单词呢 首先注意它名词 名词就表示我们所说叫做狂暴 暴跳如雷 就这个意思 暴跳如雷 比如说 说young people went on the rampage 对吧 说这些年轻人怎么样 went on rampage 暴跳如雷 横冲直撞 用它就行 那后面加了一个ant呢 后缀变 但意思没变 后缀变的话 意思没有变化 表示的意思 也就是这种所谓猖獗 大家明白什么叫猖獗 就是指难以控制 这样的一个概念 能理解吧 所谓猖獗 其实指就是这种难以控制 比如说 rampant inflation rampant inflation 什么意思来的 这种什么叫做猖獗的通货膨胀 那就是指这种失控的 明白了吧 失控的这种通货膨胀 强调这样的一个意思 uncontrolled 疾病的这种肆虐 非常猖獗 控制不了了 你用它就行 它这个单词实际上是来自于谁呢 是来自于它前半截叫做这样 r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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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动词就翻译成叫做蔓延 或者是乱跳乱撞 它本身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乱跳乱撞 四处的暴跳出来乱跳乱撞 所以它加一个age 你看其实还是没别的 当然再简单一点的词就是谁 就是ran 通过跑去记 r-u-n-r-a-n 跑去想一想 四处乱跑乱撞的感觉 rampage 这个词有点难 但它还是挺好 你在新闻当中是能见到的 是一个贬义词 猖獗的狂暴的 上面这个是名词也是动词 好 看下边 这一组词 frenzy frantic ferment foment delirium hysteria 这几个词呢 都是跟疯狂发狂有关 疯狂发狂有关 同时写一下 frenzy frantic ferment foment 好 现在只要打一下e 好 没问题 首先大家看第一个单词 frenzy frenzy和frantic 这俩放在一块 就原因变一下 一个名词 一个什么呢 一个形容词 因为恐惧 或悲伤 而这种疯狂的 比如半夜见到鬼了 frantic woman 对不对 frantic woman 他跟谁放在一块记呢 我们在看电影当中 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做怪物怪胎 叫freak 有听过这个单词吗 听过这个词吗 叫freak me out freak叫做怪胎疯子 就把我给搞疯了 freak me out 把我给弄崩溃了 精神崩溃了 是怪物 疯子 他有这个意思 所以通过他放到一块 你前半截 已经知道就是他 叫做frenzy frantic frenzy frantic 通过freak去记 一个疯子 一个怪物 一个疯子 一个怪物 这个名词 前面一般会接 借此in infrenzy 他其实强调 就是有一种 有点过于疯狂 当年 比如说大家去超市里 抢方便面 那种说什么 非典那个时候 或者说什么 盐 快没有了 抢盐的时候 这个叫做infrenzy infrenzy infrantic frantic 这个是形容词了 第二个单词 叫做ferment ferment和forment 这俩放到一起 这个意思有一点变化 它表示人的兴奋 或者我们叫做 发酵 酒的发酵 你可以叫做ferment 它跟谁是同源 它跟那个fever 就是沸腾冒泡 那个词 跟发热 你想那个酒要发酵了 是不是也是会冒泡 对不对 这种 这叫发酵了 东西一旦发酵 就会冒泡 跟沸腾相关 ferment 这个词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单词 forment跟它一样 一个是一个情绪上的 一种发酵 所以它发现什么 叫做挑起 激起 激起 挑起 煽动起都行 ferment 看这次词 一定要想想这个词 跟就是fever 一个人发热 越来越热 沸腾起来的状态 想想人们全场沸腾了 也是什么 也许为我们叫做兴奋 excite fermented 所以表示兴奋 或发酵的 fermented wine 发酵的酒 你用它就行 formented也是 下一个单词叫delirium delirium表示 精神错乱 或者叫做狂喜 它的形容词叫做delirious 这个好像之前 咱们是在三班说过 形容词 疯狂 精神错乱 第二还表示 我们说叫做狂喜 great delight 就行 当年大家修了一篇文章 叫犯禁重局 还记得吧 犯禁重局 想一想 成绩一下来 发现得了满分 让这是疯了 这单词通过谁记 通过lure去记 有诱惑 想想诱惑 最后把你给搞疯了 好的东西 我中了 把你给搞疯了 这是一个贬义概念 叫做delirium delirious delirium delirious 充满了诱惑的东西 让你狂喜 第二个叫做精神错乱 最后一个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 这是一个音译词吧 在考研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比较贬义的 他跟谁的区别 跟Chris还不一样 考研当年有篇文章讲到 说大家都爱踢足球 对于足球的狂弱 不能叫歇斯底里 听懂了吗 歇斯底里一定指的是 一种病态的 这种疯狂 我再说一遍 歇斯底里 他指的是病态的疯狂 就是你看那演唱会的时候 就那种 是吧 一阳千玺 一阳千玺 王军卡 就这种感觉 明白了吧 这种歇斯底里 是吧 人家偶像在上面 该跳舞跳舞 压根没理你 你在这咔咔 挠自己脸 还在那 这是贬义 这不能选的 这是一种病态的 hysteria delirium 读一读他 脑子里想想 有诱惑 狂喜 狂喜的 否慢和否慢 这俩是一组 让你沸腾起来 来自于那个发烧 那个词 发烧 发烧 沸腾 那个单词 叫做发酵 所以情绪的发酵 所以翻成叫做 否慢的叫做 激起 煽动起 煽动 frenzy和 frenzy 叫做 出于狂暴 狂乱之中 通过 freak 去记 好 我们继续 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这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 tribulation 写一些 tribulation tribute tributory retribution 不难 这组词 不难 写一下 首先 看一下 tribute 这个词根 tribute 这个词根 它其实本意 表示的意思 就是跟 给有关 贡献 contribute 为什么叫做 捐献 这次也叫捐赠 捐献 贡献 就是一起给 咱们还学过 分发 怎么说 分发 还记得它吗 分发 是不是叫做 distribute 就是分开给 我一共有十本书 把这书 给大家分下去 这个词根 是跟给有关 你写一个到两个就行 主要帮你先理解 这个词根 帮你先理解一下 这个词根 分开给 就是分发 一起给 这就是捐赠 贡献捐赠 所以你看 这就是给你的 上天给你的 天将将大任 与你 必先被单词 再学万词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这就是唐僧 咱们所说 人生 生活当中 所经历的苦难 磨难 老天爷给你的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 其所不能 你看 为什么当年被这么熟 初衷的 为什么被这么熟 就因为当年 肯定被老师罚过 抄写过 至少得五十遍以上 要不能留下 这么深的印象 不然此班也是 对吧 你多背几遍 你以后到六十的时候 还能记得 以后你想 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还在那考 托福亚斯的时候 这词不认识 你走在旁边 给他送水果 忽然告他 这个词 轻信 轻信 容易上当 然后转身 露出一个得意的表情 离开 然后让孩子 对你充满了 这种什么 崇拜感 所以词汇 好好背一背 以后你想一想 别的妈妈都不认识 你这妈妈开家长会全认识 或辅导女儿的时候 辅导儿子的时候 是吧 不一样的感觉 Tribulation 跟给有关 给你的苦难 磨难 苦难 好 下一个 叫做Tribute Tribute 你看 贡品 贡品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礼物 Gift 所谓谁 就是大家进贡 一起给你的东西 给你的东西 叫做Tribute 他第二个 这个在专四里面 还考过一个意思 叫做赞颂 赞颂 赞颂这个词要迟到一下 赞颂咱们在最后 也都会给大家总结 叫做Tribute 第一个 给的礼物 贡品 各国的进贡的东西 贡品 第二个赞颂 赞颂 这是一个重点 这像在以前 托弗亚斯 还有专四这个词 都收进来了 好 下一个叫做支流 河流的支流 比如说Tributory of Amazon 对不对 亚马逊的一条支流 对不对 长江的一条支流 什么呢 这个Tributory of Changjiang River 对不对 因为他就行 什么什么的支流 也是给嘛 供给的 供给下游的 供给下游的 你这样想一想 下一个单词 叫做Retribution 这个RE表什么 给回来的 对不对 给回来的这就是报应 你做好事 给你好报 你做不好的事 给你不好的东西 叫做报应 来把前面这四个Tributor来一遍 第一个Tribulation 给的东西 给的一些磨难 叫做苦难 就是Suffering 跟他一样 就是Suffering 短的是贡品和赞扬 短的是贡品和赞颂赞扬 下一个Tributory 给的河流 Tributory of the River 这条河流的一条支流 一条支流 我这个读地理的说要知道一下 下一个Retribution 我们在口语一般会用后边这个词 Cama 也是指因果报应 Cama 因果报应 Suffering Misery 和Affliction Affliction 我们今天刚刚还有复习 还记得吗 动词是谁 是不是Affliction 使痛苦 还记得吧 叫做使你痛苦 使痛苦 那Misery这个单词呢 它是来自于谁 咱们以前见过它的形容词吗 是不是叫做Miserable 可怜的痛苦的 对不对 可怜的痛苦的 Cama这是繁文了 就是因果报应 它没有展开的这个词根了 Cama 这是繁文过来的了 不是他妈 别读错了 不是他妈 他妈的报应 不是这么读 是Cama 三个词读一读 第一个 Suffering 第二个 Misery 因为口语说 它说的比较多一些 Cama 英国报应 Misery Affliction 还有Tribulation 考试的时候 你可能看的是这个词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Slack 讲过没这个词 SL开头的词 经济下滑 又缺少顾客 所以这就叫萧条 看看给大家有没有提过 说过吧 忘了同学 再来一遍 经济下滑 又缺少顾客 这就是萧条 第二个就是松 懈怠的都行 松懈的 懈怠的 松弛 懈怠 萧条都行 好 那它表示我们所说这几个 一个很懈怠的词 我们来读一读哪些 第一个叫Sluggish 这个好在前面SL的时候 是不是也给大家讲了 SL开头词 是不是也给大家讲了 它是来自Slow 跟Slow同源 做事慢吞吞 所以也是懒散懈怠 懒散懈怠 我让你复习单词 你非得磨蹭到半夜 最后 没复习到 做事慢 Lack Desico 这个词就乱糟糟 Lack开头一大团 无精打采 这个不太好写 你先读一读 Lack Desico Lack Desico 就是缺少一大堆 乱七八糟 一堆乱码 叫做无精打采 它其实后面有个哪个词 叫Daisy Daisy叫除菊 这词见过吗 缺少一个除菊 懒散的 就家里没有鲜花 除菊 那个小小 小花 咱们可能在 这个化妆品店 买过什么 那个 那个除菊的香水 好像是吧 Daisy 缺少一朵 除菊 无精打采 无精打采的 Lack Desico 好 下一个单词 Lacks 这个咱们在之前有提过 叫做松弛松懈 大家脑子里想谁 想放松那个词 还记得他吧 跟他同样 不是他到后半截吗 对不对 就是loose 其实还是来自loose 丝和科丝 这是一样 与他同源 松弛的 我们生活当中说 那肌肉非常松心 比如你胳膊底下 这样一甩的话 这个东西 还有腹泻 拉吸 你看 拉吸 对不对 拉吸 腹泻 拉肚子 咱们之前给大家提了 也是 diarrhea 那是一样的 diarrhea 好 最后一个单词 Listless 又是一个无精打采的 倦带 无精打采 这个让无精打采 想想 没有单子做 你送外卖的 今天一单没接到 一单都没接到 无精打采 无精打采的 Listless 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词叫slack 下滑 缺少 萧条 精进上萧条 slack business 萧条的 生意 下一个叫做sluggish 做事慢吞吞 蓝散 跟slow同源 缺少一朵雏菊 这叫做无精打采 就是缺少太少一大堆 就缺少精神 你去你们家里 就没有任何生机 没有生气的地方 对吧 你像摆点什么鲜花 什么的 这好像还有点生命力 缺少一朵雏菊 这也是没精打采 无精打采的 lax 松弛 跟loose同源 还是跟松有关 最后一个词 listless 叫倦怠 无精打采 好 最后一组 叫做wretched 叫可怜的 不幸的 痛苦的 WR还记得这个字母组合吗 WR我说了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是跟爱 跟扭曲有关 对不对 想一想我所说的 跟扭曲有关 wretched 可怜的人 可怜的人 非常痛苦 什么叫痛苦 对不对 跟痛苦有关 就是这种 情绪上 心理情感上的 这种 非常扭曲 更miserable 是同一词 周文怎么说 周文是 brinkle 也是扭 它是脸扭 脸部的扭曲 但这个就是说 WR开头的 记住 WR开头 是贬义词就行了 wretched 可怜的人 可怜的不幸的 令人痛苦的 wretched 好了 那今天也是不压堂了 一会儿还有别的班的课 所以咱们今天 还仍然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 这个有一些词 都是以前讲过的 在讲同一词里面讲过了 所以咱们就快速过去了 大家呢 今天还是要继续加油 最后两节课了 周六周日 周六周日 最后两节课了 明白了吧 要把最后两班岗占好 最后两班岗占好 所以同学们 今天晚上仍然正常看 有的同学 现在已经不打卡了 不行啊 还是要打卡的啊 明天早上第二遍 明天早上第二遍 我说了 千万不要等忘没了再复习 你等忘没了再复习 那就是全新的 所以你要说 等明天后天再说吧 那时候等忘没了 这周六早上 忘掉绝大部分 那时候你剪 剪不起来 不好剪 就是老师讲完 趁着有点印象 赶紧复习 这个时候才能记住 这个时候才能记住 要加加油 要加加油 我们周六下午三点半 再见 周六三点半 再见 拜拜 拜拜